全球大視野中天的優質國際新聞 我們開會人囉 歡迎大家 加會員成為全球大視野的一份子 支持應援123 訂閱按讚加會員 全球大視野直播線上見 美國IP人權狀況不佳 卻不斷的指責中國大陸 美國總統拜登在當地時間12號 首度以種族滅絕 來控訴俄羅斯總統普丁 但是您覺得 美國把通貨膨脹 怪到普丁有道理嗎 來聊天室 請教您的看法 請多留言以及按讚 我們先來看到 拜登是在愛荷華州 說明 既有添加已存的國內政策的時候 首度指責了俄羅斯 在烏克蘭犯下的種族滅絕 而且拜登就說 你的家庭預算 你把郵箱加滿的能力 都不能取決於一名獨裁者 是否宣戰 並且在半個世界之外 犯下了種族滅絕罪 拜登後來被媒體問到說 那是否打算將種族滅絕這個詞呢 用於形容俄羅斯在烏克蘭的行動時 那他回答說 是的 我稱之為種族滅絕 因為越來越多的 越來越清楚的就是呢 普丁就是徹底的要消滅烏克蘭人 間距越來越多了 我們會讓律師在國際上來決定 是否符合種族滅絕的條件 最終要由法院來確定 俄羅斯在烏克蘭對平民實施的暴行 所作所為 這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 那你講中國大陸的種族滅絕 你有交給所謂公正的機關來講嗎 那就亂扣別人種族滅絕 你的證據到底在哪裡呢 另外呢 對於呢 拜登的說法 克里姆寧宮呢 他就特別說 絕對不同意拜登形容 俄羅斯在烏克蘭的行為是種族滅絕的 克公呢 還指控呢 華府是未善 說美國近代犯下的罪行 眾所周知啊 好 好 剛才聽完呢 這個俄羅斯的說法 大陸外交部 發言人趙立堅 第一時間也說呢 中國大陸一貫的主張 在烏克蘭問題上 當務之急 是應該各方要保持冷靜跟克制 儘快停火指戰 避免的發生大規模的人道主義危機嘛 國際社會所做的任何努力 都應該是降溫啊 而不是火上浇油 應該推動是外交解決吧 而不是使得局勢進一步升級 意思就是 美國你不應該又火上浇油了 而且拜登的話呢 就連你西方戰隊當中的法國都不認同 法國總統的馬克宏說 他不同意哦 俄羅斯在烏克蘭的戰爭是種族滅絕 特別是對烏克蘭哦 跟俄羅斯 他們是兄弟民族耶 這種呢 強烈的詞彙你必須要小心 他表示過於誇大的說法 無助於結束戰爭 馬克宏表示呢 他當然反對俄羅斯的戰爭 與此同時表達清楚的事實 會更為重要 世界的秩序的領導人應該啊 對種族滅絕這樣子的疏瑜呢 要格外小心 尤其是烏克蘭人跟俄羅斯 是兄弟民族的狀況之下 那馬克宏就說呢 他會繼續啊 盡最大努力 制止 遏止這場戰爭 以重建和平 因此呢 他不同意在用詞上是比較呢 誇大的 那對於停火還有和平 是完全沒有幫助的 他說呢 我啊 會說俄羅斯單方面發動了最殘酷的戰爭 可以確定俄羅斯軍隊 犯下了戰爭的罪行 有必要找到責任方 並且接受審判 這樣講就足夠了 針對呢 馬克宏的表態 其實澤倫斯基他有說 我會用最大努力呢 跟馬克宏來討論這個問題 但是您覺得 澤倫斯基要怎麼跟馬克宏談呢 烏克蘭的網民 最近還發明了一個詞 新的詞彙叫做 別在馬克宏 來嘲諷馬克宏 那不滿說法國為了爭取和平嘛 布錫跟莫斯科妥協 他們用了這個詞來諷刺馬克宏 對於俄烏衝衝突表示的 非常憂慮 但是缺乏實際的行動 其實呢 針對於拜登首次使用的種族滅絕 當地時間13號的時候呢 拜登有沒有說錯話的呢 或者是他相關評論呢 是計畫好的嗎 對此我們來看到 也就是白宮的新聞秘書沙奇 他就回答說 拜登是美國的總統 而且是世界 是自由世界的領導人 他可以在他任何想要的時候 發表自己的觀點 為何呢拜登會被說 要一再確認說你是真心話還是口誤呢 因為拜登最近口誤真的也太嚴重了吧 他居然把烏克蘭說成了中國大陸 這完全不一樣耶 來看到最近美國不是CPI不斷不斷上升嗎 3月啊漲幅更達到了多少 漲幅了高達8.1% 創下了1981年12月以來的新高 也就是呢這個指數連續6個月也超過6% 哪怕是美國人那麼有錢的美國人 也是受不了這樣的一個漲幅啊 那名聲當然是最大的政治嘛 中期選舉11月就要到來囉 拜登趕快出面安撫 12號呢他就發表說有關降低工資家庭成本的演講 他說漲價原因到底是什麼呢 拜登認為是普丁 他也發明了一個詞 烏克蘭發明一個詞 他也發明一個詞 叫做普丁的漲價 他說呢我們在今天的通膨數據當中呢 看到一個點 3月份的70%的價格是上漲了 來自於油氣領域的普丁的漲價 而這就是為什麼我呼籲呢 國會要立即採取行動降低家庭水電費啦 還有處方藥單啊等等的費用 同時要降低赤字 減緩通膨的壓力等等的 儘管普丁他有多次強調說你美國都在甩鍋耶 透過是指責俄羅斯來欺騙自己的民眾 普丁13號還說呢 有一些西方國家拒絕跟俄羅斯正常的合作嘛 拒絕俄羅斯的部分能源已經讓數百萬的歐洲 還有美國民眾深受打擊 而且引發了能源危機 讓這些國家的物價啊大幅的上漲啊通貨膨脹呢 也是不斷的增加嘛 所以呢普丁就想調說 當前的形勢之下 俄羅斯也面臨到很多的問題 但是呢這也給俄羅斯帶來很多新的可能 選擇跟機會 俄羅斯很快就會找到替代解決的方案 普丁也表示呢 俄羅斯會增加石油 天然氣以及煤礦等等 能源的礦產在國內 市場的消費 俄羅斯會增加原材料呢 能夠加工 而且增加對世界其他地區的能源供應 那現在 在結果的行為不均衡的國家 幾個搬運的搬運的機器 都失去了 某些外國的公司 都不完全不順利 或是不順利 任何合作的必須 無論如何 這次的情況 這製造了我們 有一定的困難 但是我們有所有資源 和所有的可能性 為快找到適合的決定 而在長期的角度 也會更加促進我們 從外國的分別的因素 好像美國人很頭痛的 不只是油氣的價格 其實還有糧食的價格也是漲不停 糧食價格為什麼漲得那麼離譜呢 拜登是這樣解釋的 他說普丁對於烏克蘭的入侵 推高了世界各地的油氣跟食品價格 世界上兩個最大的糧食生產國 大陸 不好意思 是烏克蘭跟俄羅斯 並沒有像網禪一樣的生產 所以一切都上漲了 他是要說烏克蘭跟俄羅斯 但他脫口而出 說出了China 中國先說的出來 所以您覺得拜登是口誤嗎 還是怎麼樣呢 是他地理嘗試不足嗎 還是他眼中就只有China呢 我們來聊天室一起互動一下 給大家一點時間 我們先來聽一看 拜登其實連前一天又說錯話了 把訴訟說成了性工作者 現場真的好尷尬 他個人都沒發現 拜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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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 拜登在愛荷華州的演講 持續引發討論 我們來看看這個照片 這個地方 因為他把美國物價的飆漲 歸咎於俄羅斯總統普丁 而且下令所謂烏克蘭 這個所謂的入侵等等的 他有一些譴責 那拜登在演說當中 還有不明的白色物體 就落在他西裝上 這段影片在社群媒體瘋傳 不少的共和黨政治人物 就對他忍嘲樂奉 畫面中你可以看到 拜登在演講的時候 有不明的白色物體 掉到了他西裝上頭 但他本人似乎沒有發現 跟他說錯話一樣沒有發現 繼續演講 共和黨政治人物就嘲笑說 這難道是鳥啊 也看不下去拜登的演說嗎 直接用排泄物來空襲嗎 不過後來白宮成星 那是玉米粉啊 不是鳥的排泄物 另外呢 環球時報有分析啊 美國是罔顧生命的人權味道士嗎 他分析的有道理嗎 他提到說4月12號的時候 路透社呢 對拜登 其實有提出靈魂拷問 他質疑說 為什麼呢 美國三月只安置了12名的烏克蘭的難民呢 同一天聯合國的難民署表示說 自俄烏衝突以來 已經超過了多少 超過了465萬的烏克蘭人逃離到本國 在各方壓力之下呢 俄烏衝突的始作勇者美國承諾 最多要收多少 收10萬名的難民耶 這個動作呢 在美國俄烏局勢當中喔 不斷推波助瀾 火上交遊的角色 形成了強烈的對比 很多跡象就顯示說 美國你不想要承擔接受難民的責任嗎 而是試圖要把這個難民推向了歐洲來承擔嗎 事實上美國數十年來在海外發動了一些戰爭喔 很多的難民因此都出現了 那有所謂的人權在美國你是欠全世界的 那環石就點出來說 難民的悲劇遭遇有顯示說 美國你自詩是所謂的人權的畏道士 但是呢卻是所謂的畏道士嗎 就是畏虛畏的畏 尤其是美國從上到白宮的最高的 你看到拜登嘛 以及呢副總統賀錦麗 而且國務卿布林肯到沙奇新聞秘書 都曾經說過 如果烏克蘭難民真的來到美國的話 我們會張開雙臂來歡迎他們 但真的是如此嘛 烏克蘭危機現在已經變成二戰之後 歐洲最大的難民危機了 但是美國接收難民的數量 卻是少得可憐 路透社他就特別報導說 4月12號的時候呢 援引美國的國務院數據報導說 美國在今年1月跟2月看清楚喔 接收了多少 514名的烏國的難民已經很少了吧 但是從3月1號到16號呢 只收了多少 只有7名被安置在美國 7名喔 不是7千喔 是7名 另外呢整整3月呢 3月一整個月 俄烏衝突不斷加劇 很多難民出逃之後呢 美國透過難民安置計畫 接收烏克蘭難民只有多少 12人 值得注意的是呢 拜登其實呢在3月24號的時候 曾經有承諾喔 講得好好聽喔 說美國最多要接收10萬名的烏克蘭難民 透過簡單的加減懲處 加減沒有懲處 加減 你就可以發現拜登3月24號 講完這些話之後呢 結果美國的3月下旬 接收的難民數只有5人 你看7名 12名減到這7人 那就是只剩下5個人而已 等於說你講了10萬名 最後只收了5人 因此就遭到質疑 可能從一開始美國就準備 所謂難民問題 都想要甩給歐洲嗎 譬如說沙奇早在3月10號就說 美國政府認為 絕大多數的烏克蘭難民 希望留在鄰國啊 不是想要來美國 那布林肯也說 大多數的烏克蘭難民 希望留在歐洲 美國國務院表示呢 如果烏克蘭難民在歐洲缺乏保護 華盛頓把他們帶來美國 但是卻要難民記住呢 被安置到美國 不是一個快速的過程 意思就是呢 留在歐洲比較好吧 華盛頓也說 簡單分析一下 美國在接收難民的方式 就可以發現呢 華盛頓這個承諾 是口惠而實不至的 根據路透社報導 難民呢 湧入美國的方式 包括了難民安置計畫 還有呢 簽證渠道 以及人道主義 假釋的這些救援計畫 但是呢 華盛頓郵報就特別報導說 儘管啊 拜登啊 把2020年 美國接收難民的上限呢 調高到多少 調高到12.5萬人 但是美國2022的財年 已經過了一半了 那美國接收難民的總數 只有多少呢 不到9000人而已 用這樣的速度呢 美國承諾可能還需要好幾年 我們來看看 美國常常都說像是什麼 希望能夠加入歐盟啦 但是就知道說 歐盟裡面非常多國家是反對 烏克蘭加入的 譬如說法國 德國跟荷蘭就是如此的 然後呢 現在呢 又關於要接收難民 這件事情 也是說一套做一套嘛 我們來看看以下的專業分析 志工熱心幫忙 準備餐點 迎去外頭還有簡單的 遊樂設施 讓小孩跑跳 數一百計逃往墨西哥的 烏克蘭難民 被安置在墨西哥北部城市的 一座體育中心 大家都在等待 得到允許越過邊境 進入美國 我們在期待 美國也會增加 拜登政府表態多次 如果烏克蘭難民真的來到美國 將會張開雙臂迎接難民 但英國每日郵報指出 成千上萬尋求避難的 烏克蘭人 被允許從墨西哥的邊境 進入美國 前提是 他們必須被認定特別脆弱 我不會講英國語 但告訴她我要帶她家 但拜登上個月訪問 華沙曾誓言 美國會接收10萬難民 但人走之後 又過了半個月 路透社在12號報導 引用美國國務院的數據 統計美國在3月 通過難民安置計畫 接收的烏克蘭難民 只有12個人 歐盟駐烏克蘭大使表示 目前烏克蘭 加入歐盟的程序 正在加快進行 也就是說可能最快3個月 就能加入歐盟 但歐洲也有媒體分析 歐盟沒有關於擴大成員國的 特別程序規定 因此要為烏克蘭開鮮力 可能性不高 你來的時候 看來烏克蘭得到歐洲的強烈支持 但其實彭博社 在這個月7號報導稱 德法西班牙以及荷蘭 認為重點應該是討論 如何向烏克蘭提供實際支持 與結束戰爭 而不是處理耗時的入盟進程 也凸顯了 其實歐洲對於烏克蘭加入歐盟 還存有分歧 法國總統大選及右派候選人 勒鵬也在第二輪大選 倒數10天公布外交政策 表示當選之後 不會提議退出北約 但會退出軍事指揮體系 法國總統馬克宏也表態 不會去基辅湊熱鬧 顯然俄武戰爭的外交態度 法國和美國這對盟友 已經出現不同調 謝謝張力報導 好 美國跟歐洲是貌合神離 但是中國大陸跟巴基斯坦巴鐵 真的是真兄弟 巴基斯坦新任的總理 夏巴茲在會見了 中國大陸駐巴基斯坦的臨時代辦 旁春雪的時候 有高度讚揚中巴的關係 還有中巴經濟走廊 那夏巴茲有說 八方把中國大陸視為 是最牢固的朋友 還有親密夥伴 歷屆政府都致力於推動 對華的友好 世界上沒有人能夠破壞巴中的友誼 也期盼了兩國關係能夠提升到更高的層次 還說要超越的是喜馬拉雅山 強調說這是巴國兩億多人民的心聲 此外他也提到 中國大陸企業克服重重的困難挑戰 祝巴國能夠發展也是非常的感謝 對此中國大陸說真的看得出來 巴鐵真的是所謂的鐵桿兄弟 好再來看到是有關於說 現在美國又在炒作台灣牌嗎 新加坡的聯合早報有報導說 美國參議院的議員 羅伯特梅南德茲 還有林賽格瑞姆 在14號晚上的時候要率團訪問台灣 而且來看到報導說 美國方面的權威人士透露 訪團在14號晚上抵達到了台北松山機場 要跟蔡英文會面 中國大陸外交部發言趙立堅就表示說 中國大陸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 美台官方往來 美國議員這些應該要遵守 美國政府奉行的一個中國原則 美國應該恪守的是一個中國原則 還有三個聯合公報的規定 停止美台官方往來不要在危險的道路上 越走越遠 另外說到炒作台灣牌 還有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 本來在10號要訪問台灣 卻因為感染了新冠肺炎 導致形成延後 不過12號解除隔離的他 並沒有說明亞洲行延期到什麼時候 而另外針對裴洛西訪台一事 大陸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表示 美國應該做的是要取消訪問 而不是推遲相關的訪問 也呼籲美國不要再打台灣牌了 水塵抗菌液他比較特別的是 他的成分是微酸性電解次力酸水 所以是溫和不刺激 所以是沒有殘留沒有污染 一天使用很多次也不會刺激你的肌膚 小朋友孕婦都可以用 我們可以到快點購來購買 也可以輸入燕營的推薦代碼 CTI我發發號可以有折扣喔